请 咱们开始上课 是这样 我这个上课的过程我也录一下 我这个录制视频 大概就是20个 小的小一点 然后我用的是哪个呢 用的是这个 好人头 录制的 然后是这样 咱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第二阶段 咱们主要学的是哪些东西 来 我把这个地盘打开 来 来 把这个Course打开 打开之后呢 咱们在这儿新建一个文件夹 咱们叫03 MyServe 然后呢 MyServe 数据库管理系统说完之后啊 咱们加把语言不是讲过了吗 是吧 最基本的那套后已经讲过了 加把的标准版本 告诉你什么 爱忽留啊 反射啊 集合啊 这些基础语法 意识区怎么写 报纸权管怎么写 基础语法 你学了之后 咱们学了MyServe 数据库管理系统 接下来啊 咱们学的东西 加把语言去连接数据库啊 去操作数据库 这个东西需要ZDBC 然后呢 ZDBC呢 讲时间啊 大概就是一天时间吧 然后MyServe呢 大概时间就三天半吧 然后这就四天半过程 是吧 然后再往下的话 咱们讲什么呢 咱们开始正式分清楚方向了 那走的是什么方向呢 是BS架构方向 浏览器 保问服务器的方式 我们的系统架构是基于BS的 不走CS的方向 那既然是走BS 那么首先还得了解着谁啊 了解着B和S分别是什么东西啊 B是什么呀 浏览器啊 S是什么呀 服务器啊 Server嘛 是吧 那么浏览器这个东西里边 它能够支持什么语言 你应该听说过什么是HTMR CSS和Java 是Crip 是吧 所以这边呢 咱们花费三天左右的时间吧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啊 HTMR CSS 和这个JavaScript 啊 大概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七天半时间过去了 是吧 是吧 也有可能是八天时间吧 啊 然后再往下呢 最后五天多的时间啊 咱们准备讲一个第二阶段的核心内容 这个东西你要学不会 后边就不用学了 啊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Severly和BSP 啊 咱们第二阶段重点就是这个 重点在这啊 大概就是13天的时间啊 讲这么多东西 然后那个代码呢 怎么给大家放呢 在加文文在下边啊 点击右键啊 咱们从这的话 给它这个粘贴过来 啊 然后呢 每个目录里边 比如03相关的代码 04 0506 代码我都给大家放到这些文件夹里边 你去这找就行了 行吧 那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怎么了 老在这闪 哦 又来一个 一直是两个是吗 偶尔有两个 哎 这同学好像是别的吧 你们 你们进去房间了 我现在讲的是第二阶段啊 你看好你是第几阶段的 来 我把它粘过来啊 这是03买社会这边需要的资料啊 这个 然后我给大家粘过来 咱们咱们这三天半的时间啊 准备把这个买 最后的培训人士里边都签讲了 咱们按照一个培训人士 一步步去想 啊 这个呢 咱们调用文档这个图吧 大概的话 左边的 就这些东西吧 东西很多呀 行吧 咱们先来挨这边看吧 嗯 bro Sofia McCoy 好 on ro ro so